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 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 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 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 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哈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刘士杰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的 这样看中国节目刘士杰时间 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是 目前整个社会大众都非常非常关注的一个主题 就是武汉肺炎 那么这个武汉肺炎从应该是一月底 一月中到现在已经成为全世界 在一位界的一个非常重要 大家非常焦虑非常关注的一个主题 那我们在节目一开始 我们也跟各位听众来先拜个晚年 祝各位听众鼠年行大运 我们今天节目非常特别的去邀请到 一个非常专业的来宾 这位来宾他的本身是一个学者 在台湾的清华大学取得了社会学的博士学位 那么他的博士论文做的事实上 就是在2008年在汶川地震 整个中国在做大型救灾的一个资源动员的 这样的一个主题 更特别的是他人目前是在中国教书的 我们请来的这位学者 他叫做李中益博士 嗨 中益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也跟大家拜个晚年 祝大家数年平平安安 中益事实上是我的学长 那也是我们清华大学社会所非常优秀的学长 那么我们今天很巧 我们今天整个这样看中国 刘世杰时间这个节目的第一集 我们就刚好请到了综艺来上我们的节目 这个综艺人现在是 你应该是一月初回到台湾吧 我今年比较早因为我们过年早嘛 所以学期结束也比较早 所以我12月底就回到台湾了 12月底就回来 所以你整个是非常safe的回到台湾 因为一月的时候还有选举嘛 还有投票 所以整个行程有比较早一点 那你大概什么时候知道在武汉有肺炎这样的一个事情 我是一直回到台湾才看到这个新闻 那可能我在中国大陆的时候 没有非常特别去看这个 就是他们国内的一个新闻 所以呢那时候并没有知道说武汉有这个肺炎 那在回来的两天 我印象很深刻嘛 应该就是跨年的前 就是12月31号台湾才有新闻陆续爆出来 是 对所以那个时候才知道说 那也在那个时间也传了讯息 给我在大陆的一个同事 然后关心一下那时候的情况 那那时候因为新闻刚出来 就是大陆那边大家还没有觉得情况这么严重 对那没想到现在是越远越烈 所以大家其实都很关心这个事情 那我也每天在微信上面 刷朋友圈啊 然后跟那边的同事啊 关心一下慰问他们 了解一下现在整个的一个情况 因为现在有一些班机是没办法回去嘛 所以我自己我们学校也是延后开学 所以我也暂时没办法回去那边上班 是是 这个我觉得那么在12月底那时候 台湾开始有这个武汉肺炎的新闻出来 在中国这个新闻是有被封锁吗 还是是看得到的 因为我那时候人不在那边 所以我看的大部分是台湾的一个新闻 但你用微信跟你在中国的同事嘛 对对但是从开始新闻出来之后 我觉得在1月20之前 1月20之前大概 民众还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意识到说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 那时候新闻也比较少 有零星的新闻 对对对 大概就是说大家知道武汉有一个 我们可以说是怪病也好 他们可能在时候一开始会这样认为 怪病 但是没有觉得说这是一个很大规模的一个传染病 我们今天是2月4号 那么目前在武汉肺炎最新的发展是 我们第一架从武汉撤侨 从武汉回来的班西 在昨天深夜12点已经抵达台湾了 那当然我记得有100多人吧 200多人左右 已经到了台湾 那也目前在进行非常专业的隔离的一个处置 但是我们回过头来去看看目前在中国的状况 目前他们的封城的现象 好像有扩散的现象 包括 最刚开始的时候是武汉嘛 后来变成是温州 那么今天早上的时候 好像听说连杭州也封城了 那其实这几个城市都是非常多 台商台生 在聚集在工作求学的地方 那我们请教中医 你看目前在中国封城的状况 它会有越来越多的城市会封城吗 我觉得肯定的 因为我们这个不论是城市也好 或者是国界也好 其实在这个时代当中 我们彼此的连结是很密集的 那我觉得其实我们这种传染病 它是这样 你封一个地方其实是意义不大 为什么 因为其他的地方还是在跑 那当然武汉是最严重的 所以首先是封武汉 但是其他地方 其实这些疫情不断的在扩散 那我们就可以想说 就是一定到最后会是全面的 全面的封 让那个接触的几率降到最低 那没有扩散 所以我觉得这几天 这一个接下来这一个礼拜 封城的情况应该会更多 因为整个开学啊 或是上班 我据我说武汉是2月10号才开始上班的 所以我觉得在2月13号 之前大家会封城的 2月13号之前封城的情况会越多 这个我们都一直很关注在中国 在中国政府啦 在处理这么样一个紧急且大型 而且几乎是前所未有的一个疫情的控制 他们怎么样去做资源的动员 那前几天在网路上也有一个很火红的影片 就是说中国在11天之内盖了一座医院 叫火神山医院 那么这个因为太神奇了 他们还说有几千万个网民在网路上 在同时监工啦 那甚至连世界卫生组织 WHO的秘书长Tedros 也在他个人的推特上去分享了这样的一个 在盖医院的一个影片 那终于我请教你一下 11天盖一座医院 这个他们如何去办到的 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说 大家对于医院的想象 还是要稍微再稍微调整一下 因为我们知道在应急的时候 他盖的东西绝对不会是完整的 就是说我们想象那种非常现代化的一个东西 那我们知道其实在汶川地震 因为我自己研究汶川地震 汶川地震的时候有1500万的灾民 那1500万的灾民 他的400万栋的房子 那你就去想说 那怎么在那么短的时间安置这些人 所以其实像这样的医院 也是这种类似这种检疫的房子的 那当然现在建筑的技术不断在改变 建材也不断在改变当中 针对这种应急的情况的时候 我们知道台湾有个建筑师很有名 他其实也是一个礼拜 就可以盖一个清刚架的房子 只要这些材料足够的话 所以当然我们当然想说 要有这么大的一个医院 最主要是 我觉得房子这个部分 倒不是太大的问题 反而是那个地 要有这么大的一块地 可以容纳这么多的人 然后不会有人 当然在大陆的情况之后 抗议是比较少的 那你在台湾的话 我们昨天的 我之所以那个地点不敢揭露 就是说怕有人去抗议 但是所以在大陆情况之后 以我们对于这个 国家能力的一个理解的话 他是有能力办到这个事情的 那我觉得从汶川地震那时候盖的板房的那个经验 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啦 所以CETN应该还好 就技术上来讲是做得到的 对做得到的 那比如说像 据我们在有一些台商的朋友 他们的大陆盖楼 盖商场 他们那时候跟我讲的是 一个月就一层啊 那个商场 这是标准的那种房子 楼层 对标准的楼层 一个月就一层 那是几百坪的 那么大的房子 但是盖医院 当然不是只有硬体 还有整个医院的管理 等等的软体 还有你的医护人员要到位 那听说有4000床的病床 是不是 那么这么大的一个医院 他如何去调度 如此多的医生跟护理人员进驻 还有整个医院要上轨道 这个东西是比较偏软体方面的 对当然 我觉得在动员这个部分 对于中国大陆的政府一直不是问题 就是说当他想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从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了 对于这样的一个国家能力来说 他不是太大的问题 那重点是民众愿母愿意配合 那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危机的情况当中 医护人员或是这些工人 当然会有缺工的情况 但是我觉得面对这样的情境的时候 我觉得在动员能力方面 中国大陆的政府倒不是说会面临到很大的挑战 对 大概可以把人力啊物力啊 资源方面都可以把它放进去 那我觉得现在比较需要的是说这种防疫的知识 是防疫的知识 是我听说我上网看到是说是有解放军来入住来管理这家医院 是真的吗 这个情况我目前我没有特别关注到是说有没有解放军去 那我觉得 以中国大陆面对很多灾难的情况会动员到解放军其实也不意外 或者说很多这个讯息但我们都很难去查证到底是不是真的 有人说这个火神山医院里面是只关不治 就是说只关这个病人 那不治疗病人叫只关不治 说它是一个军事化的管理 甚至有人说它里面的每个病房的这个门把 这个门锁是只能从外面锁 从里面不能开 那包括很多人在微博上说他们这个被掉进去在里面所谓的治疗 但是却没有任何的点滴 没有任何的药的一个治疗 那甚至有出现这个医院的护理人员甚至是采取一个非常消极的方式 让这个一群在发烧的病人在里面所谓等死的这样一个状况 但是我们当然都很难去证实这些微博上的这些所谓这些截图跟对话 到底是不是真的 对 士杰你刚刚提出来的问题 我们觉得我是觉得可以这样子来看 就是说其实在灾难发生的时候 虽然这是一个不是那种天灾 它是一种疫情 那也不一样 就是说当危急情况在发生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特别注意的是讯息的一个流通 所以呢在这个时代当中 因为自媒体的关系 因为通讯软体的关系 我觉得讯息的流通肯定比20年前 将近20年的SARS那时候好很多 那好很多的云 所以很多人都可以在讯息上去发很多他听到的东西 但是在灾难发生的时候 其实这种情况是常见的 是 因为大家都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 总觉得自己多掌握了一点讯息 就可以让这个不确定性 或是让这个风险降低一点点 所以我觉得这是不意外 但是这个东西我们怎么去求证它 通常呢我们会是说在这个情况的时候 虽然这些行为是自救行为 但是我们还是会呼吁民众在发这些信息的时候 稍微再想一下 稍微再注意一下 另外一个就是说您刚刚提到的这种 后面这个问题 像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这跟我们对于中国大陆他们的一个统治的逻辑 我们可以去想一下 就是说他们通常对于人民 就是他们想要去他们的治理的方式常是这样的 但是像这件事情的话 因为现在目前还没有一个疫苗出来 也还没有快速的方式出来 那其实很多我们就是症状治疗 症状治疗 那我们也知道台湾有一个情况是他 其实他没有治疗他就痊愈了 就是我们的第十例 对他没有治疗他自己复原了 所以其实我们 其实疫情刚出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说 这个事情其实跟流感啊 跟其实是一个很类似的 只不过说我们没有掌握到这个病毒 那我觉得在这一个当下的时候 当你没有要去处理的时候 很多时候真的就是只能症状治疗 那我倒不觉得说 可以想象的是说那么的一个严重 因为在现在这样子的一个讯息流窜的一个年代 我不觉得有这么 特别是这些人 都是所谓的老百姓 我觉得对于这种人权的 老百姓的人权这个部分 我觉得倒是我没有那么大的悲观 就是说他在治疗上 除非他禁止他在里面的人都不能用手机 对对对 那即使他不用手机 他的亲人肯定也会去关心他在那里的一个情况 那我觉得这如果有这样的行为 这样的动作 你很难后面去 去收回 去收回这个事情 对对对对 好我们节目到这边 我们先休息一下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的 《这样看中国》节目 刘世杰时间 我们待会回来 阳光每周一到周五 晚间9点30分到10点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由学者专家们多面向地解读中国 请锁定每周一到周五 晚间9点30分到10点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是阳光被帮打开了世界之窗 是阳光翅膀 环绕着地球飞翔 哈喽各位听众你好 我是主持人刘世杰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刘世杰时间 我们今天节目非常的高兴 我们请到了在中国教书的清华大学社会所博士 李中益博士来跟我们来讨论 目前大家最关切的这个武汉肺炎的议题 我们刚刚在节目上谈到了 目前在中国的封城的一些状况 以及他们在11天之内非常快速的去动员资源 来盖了一座医院的状况 我们现在要紧接着来探讨的一个问题是说 我们看到许多国家住中国的 不管是大使馆还是总领事馆 都有在紧急的一个撤侨 那我们都知道说撤侨或所谓的撤离 这个国家住在国的公民 事实上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程 你也牵涉到必须跟中国各级的 这个中央级地方政府的协调 所以这个事实上我们都可以想象 有很多外交角力在进行 包括连美国事实上 目前好像也只撤离一架 那他们也还没有撤完 那更不用讲 英国有架飞机到最后一刻还没取得要撤离的许可 所以也没有撤成 那日本韩国泰国澳洲等等 我们都有看到在撤离的状况 那所以想请教一下中医就是说 这些国家紧急撤离的状况 是不是就代表这个 他们各国政府对武汉肺炎疫情的 这个控制是悲观的 谢谢 我觉得这个所谓外交的事情 事件你是专家 我也不敢 那我觉得在撤僑这件事情 我觉得还是比较从民间的 社会的一个角度去看这个事情 当然撤僑的 它代表的是说 我对未来的 第一个是对当下的 我的人必须要确定我的侨民的一个安全 那当一个境外的一个外国人 在你的国境之内的时候 他可以求助的管道 通常就是只有他的实惯 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 他只能往这方面来求助 那通常我觉得在中国大陆 我觉得撤僑这个事件是因为 还要牵扯到中国的医疗的 大家对于中国大陆医疗的一个信心的问题 那假如据我知道的有说 其实现在大家很多 甚至在武汉的人 他们其实基本上就不出门了 那只要他不出门的话 他的生活是没有问题的话 他基本上我们可以说他是安全的 所以就据我知道 像昨天的台湾的这个班机 有一些武汉在武汉工作的台湾的老师们 其实他们会选择说 因为回来也还要再隔离 他现在其实没有什么样的状况 他反而会觉得说他在那里 只要关在家里他是安全的 所以我觉得 他们还是要去外面去采买 但是我觉得在蛮前期的 当然采买还有很多 中国大陆的话 政府当面也做了一些后勤的资源 大家担心的什么物价 或是买不到东西 这个在政府上面都有一些作为 就是说实际的人的 他们一个感受 通常我们在外面的人 看的会比他们着急 那他们在里头的话 当你去看看到民间这些民众 他们自己的反应的时候 他觉得好像至少 就说我们不说 除了外面有疫情之外 其实我们现代人 其实越来越是一个独立的人 或是源自的人 就是说其实我们日常 跟外头接触的机率 越来越少 那我讲的就是说 目前还可以在那个 还没有影响到心理状态 那在生活资源满足 还没有影响到生理状态 心理状态的时候 我觉得人其实还可以承受得住 那之所以没有影响到 心理的状态 我觉得在现在的通讯技术 有扮演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所以说像这些通讯软体 让人彼此之间可以互相支援 是 我想请中文来谈一下 就是说我知道您的博士论文 是有谈到中国有成立一个 叫应急管理部 这样去面对一个大型灾难的处置 你要不要跟各位听众来分享一下 您个人怎么观察 这样的一个在中国政府下面的一个 中央部会 在这一次甚至在过去的灾难 所扮演的角色 我们知道中国政府 它大概是一个 我们都可以 大家都会同意 它是一个从上往下的一个治理 从从上往下 Top down的一个治理 那其实从从上往下的治理的话 它本身就有一个时效性的问题 我们看古代的帝国就知道了 我们以前在讲菲律宾的 就是说西班牙的国王 他在菲律宾打了一场胜仗 或者说什么 他在哪里打了一场胜仗 他可能是近的话 两个礼拜他才知道这个消息 对不对 讯息回来两个礼拜 然后再讯息下一个指示下过去又是两个礼拜 所以我觉得中国的大陆的政府 他这种由上往下的一个治理的方式 他面对这种紧急事件 他其实是比较反应比较不及的 那当然在2018年的时候 其实这个成立是在2018年 成立的应急管理部 那我觉得他也是看到了自己体制上面 在治理这种危急事件的时候 他的一个不足之处 可是呢 危急事件因为都是在地方发生 是可以第一时间去处置的 其实从武汉这个事情我们也看到 我可以如果我可以第一时间 有很清楚的专业的决策的一个判断的话 也许这个事情 当然我们不可能把历史挽回去说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了 为什么这一次的事件 比如说我们知道在非洲伊波拉病毒 好那在其他的地方 那就是禽流感 其实这些都是有很大 很快速的国外的专家们 他很快速的去进驻 然后来做更周全的一个节制 可是在中国大陆的体制 他并不是这样子 他是一个top down的 所以下面没有办法 及时面对这种情况 没有办法把本来可能是一个地方性的 及时给hold住 我觉得这是他在治理上 那应急管理部的成立 其实是延续中国政府 他在一贯的一个治理的一个逻辑 就是我们常讲的条块的逻辑 他还是需要 他即使这样一个应急的事情 他还是要有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 这当然在各国的政府都是一样的 但是因为他本身体制的一个缘故 他一个问责 在问责上面的一个要求 那我觉得很多官员就必须要在决策上面 他会比较谨慎 小心一点 是 就是说他 我们说他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 他很担心 他这个事情是不是做错 而他没有办法承担这个责任 那这个时候就会影响到他未来的晋升 或者各方面 那我觉得 所以这个2018年新成立的这个部 应急管理部 我觉得部会本身也需要一个时间去做学习 那也需要很多的案例去让整个SOB去建立 对 那其实他在今年 其实去年就已经有一个操兵的机会 就是我们知道的非洲猪 对 那显然在 他去的好吗 在这个事情 因为我们就 当然我们从猪肉的价格在上升 我们就知道说 他还有很多改进的一个空间 对 所以呢 经过了这一次的操兵 然后我想并没有说让这个应急管理部发挥了 他原本也许设想的那个目标 那我想在经过武汉肺炎之后 也许可能他在部会上面 在面对这种应急事件的时候 他可能要在政府方面可能要再思考一下 就是说我们通常紧急事件 就是说既然是一种非常态的事件的话 你一直使用常态的思维 那显然会有一个叫做 我们叫他叫做治理不对称好了 对 我觉得这种治理不对称的情况 会让这个问题没有办法及时获得解决 是是对我们今天节目所邀请的是李宗毅博士 那他是清华大学的社会学博士 他的博士论文就是在研究2008年在汶川地震 整个中国在进行运动式治理 动员式治理的一个过程 所以他等于是这个领域的专家 那我一直认为说从2008年的汶川地震 甚至我们往回溯到2002、2003年的SARS 到现在2020年 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异是 整个社群媒体在中国的社会所扮演的角色 是一年比一年更加不可忽视 那包括推特包括微博等等 甚至使用这个VPN的方式来翻墙 那中国社会跟中国以外的外界去接触的能力 也越来越难以控制 那总理你怎么看社群媒体在这一次 在武汉肺炎它的角色 它是正面还是负面呢 其实社群媒体它的对我们来想去想 我觉得是正面的 那去正面去看这个事情是说 因为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学政治学就知道 其实政治的决策是一个我们看不到的 很多时候用黑盒子来说 我们看不到这一个盒子里头 它是怎么运作的 但是呢 我们可以针对这样的一个决策 揭露一些讯息的话 它可以让很多决策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有获得修正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觉得社群媒体 其实它有背后它只是一个 我们把它想象成 每一个手机的使用者 它都是一个志愿者好了 我是志愿关心这个事情的人 当我志愿关心这个事情的人 越来越多的话 我可以揭露的讯息越多 那用我们政治学的话来说 就是说这是transparency 这是透明度的问题 当你揭露的东西越多的话 我们以前 我现在在台湾讲这个字 会很有争议性 争议性是吧 好就是说 其实从2004年 所谓社群媒体资讯这件事情 介入救灾 是从2004年的南亚海啸开始 其实在2011年的海地 它就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那才在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 微博那时候微信还没有那么的红 微博也发挥很大的作用 所以我觉得从资讯的流通的一个角度 通常我觉得在不确定的状态底下 我们通常会说有什么总比没有好 所以我们觉得有资讯总比没有资讯好 那这个时候其实它都是可以让这些不确定的人 他可以稍微去 但是也有可能是不实或错误的资讯 对但是我们觉得在我们是比较 数位乐观主义者常会说 我们就让那些不实的资讯去自我被毁灭吧 就是说一定很快的 我觉得这在台湾的话 会被更正 相名正义 相名正义很快就可以把这些东西给修正过来 所以我觉得从社群媒体来看 是比较正面的 当然我觉得政府有时候不见得是这样子看 对因为我觉得它也是 我觉得它等于是一刀两刃 就是说像有很多新闻说 这个武汉当地的火葬场 好像是什么 类似24小时non-stop在运作等等 然后很多这个尸体 甚至很多明明应该是确诊 却因为当地的病床数目不够 却以致导致说被忽略 刻意被诊断为不是武汉肺炎等等 那甚至导致很多 很多人认为说整个武汉肺炎 在中国的数字 这些包括确诊人数以及死亡人数 都应该要再double 甚至是应该再很多 所以这个我想讯息的传递 现在都非常快速 所以的确是 我想对于中共的国家治理 也是造成了一个很严峻的挑战 那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华春莹 已经说就是公开向外界说 中国的衣卫的衣材 像口罩等等是不够的 你觉得这是一个警讯吗 我觉得医疗部分 医疗部分我想在中国大陆 他的医疗的部分 当然跟台湾有很大的一个差距 最主要是他们的医疗专业性 他们的医疗的专业性 他们的建立是比较慢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现代化的一个过程 那我觉得当我们其实在讲中国大陆的硬体很多方面 它其实是超英感美的时候 其实我们还可以另外去思考到说 这些所谓的民生的硬体 就是说关乎民生的硬体的话 就是民众最在意的这些东西 它其实还有很多进步的一个空间 通常这就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一个过程 那我觉得他现在 就是说他出来去讲这个事情 其实我们不意外 我觉得比如说昨天的200个 除了很多人为了团聚之外 他们其实也是对当地的医疗没有信心 是是 好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的 《这样看中国》 今天节目探讨的主题是 武汉肺炎的疫情控制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 我们采访到的是 在中国教书的清华大学社会学博士 李中益博士 我是主持人刘士杰 节目 我先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说明一下 如果您对本期节目有任何收听想法 或心得想要跟我们来做分享的话 欢迎寄信到台北市的北安路55号 或者您也可以电子邮件 2020 at rti.org.tw 2020 at rti.org.tw 再次谢谢你们的收听 我们下次见拜拜